最後當然要請回我們的主角 廣翁雲先生 廣翁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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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第四個華時署 由我2008年當選文化會議員以來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只有兩個華時署 今年就開多兩個華時署 其實我們有一個華時署在石敬美村 因為在不居公投期間 我們辭職 那五個月就被人坑走了 你不可以再接那個華時署 因為你不是議員了 所以我們就離開了這個華時署 今次在廣州村開了一個華時署 我們又是希望可以照顧到附近幾條村 大家都知道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特別是地區直選的立法會議員 我們在這個選舉裏面 總共有三個區議會的選舉 一個是深水埔 一個是九龍城 一個是油之鋒 你每一個區域開個辦事署就好不得點 而立法會那個營運津津貼 就一個月是十三萬多 我本來只是職員都出糧了十三萬多 即是說我們現在四個地區萬事處 所有燈油 火柳 租金 都是要自己想犯法去籌回來的 或者要自己的員包 所以做立法會議員 如果你要做一個全職的立法會議員 要在地區上面可以復復到那些居居的話 你是很艱難的 OK 我們立法會有些議員 每個禮拜來開一次 每次見到他只有半個小時 他也是拿這麼多錢人工 這麼多錢津貼 但是我們那些地區直選的議員 大部分呢 那個營運津貼都是很有用的 如果他很用心地做事的話 更不要說有些政黨 又可以派米 又可以派種 又可以派獄警 又可以摘疑 又可以旅行 你當然開心了 但是他又說爺招住 他大把錢給共產黨 財紅勢大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成文見戀的 對不對 有得吃一定要去吃水 有東西找我們幫忙 我就沒有什麼給你吃 其實最近剛剛才派了紙總 是不是 下個月中我們會派米 是這麼多東西了 人做我都做 但是我們比較關心的就是那些老老家 所以我四個地區辦事處 都有動民獎者之友會 就是看一下那些老人家有什麼問題 是需要我們幫忙的 我們在一個政策層面 在立法會由我第一年做立法會議員開始 我就要追問政府 關於安务院和護養院的縮毀的問題 到現在增加都不是太多 因為每年排隊雷頭這些政府資助的護養院 和安务院的縮毀的那些老人家 等不撤死了的四千多人 各位 還有醫療問題 藥物評測問題 老人家有黏塵問題等等 是吧 山口金雖然扔條 招約有三百元 交多三百元 但是都是扔不了老人家的 所以我們幾個地區辦事處 除了每一日常 就是說要應付很多居務 來申訴或者投訴 什麼個案都有的 大家都知道 我們還希望可以幫些老人家 解決一下問題 老人家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關心 但是很高興很多長者 老人家要坐在這裏 這邊沒那麼曬 那邊這些年輕人坐 老人家可以曬一下老人家就不要曬了 好嗎 那我們希望這個辦事處 開槍之後 大家有空就進來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比較大 可以進來休息一下 或者我們搞這條曲班 諸如此類 要人家隨時可以進來發門 找我們都正正的 好嗎 那我又說多些人 希望在香港太多的事 希望大家以後多些來找我們 對吧 我們常常在立法會上 大家覺得我們在這裏搞真 除了政府之外 其實我們都做很多地方的工作 我們亦都對於政府 一些政策 在中共的層面裏面 我們都花了很多力氣 跟它鬥爭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我們辦事處的工作 你又可以找隔壁左右那些 李慧琼啊 陳德成啊 又可以來找肉品 都可以的 因為那些議員 就是要為大家服務的 做得不好 你就撐到他想見花板 OK 我們稍後呢 就會撤燒豬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個辦事自開窗呢 我都是希望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衛生夫呢 Hello Hello 這個我算了 OK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來這麼多位主禮嘉賓 稍熱肉部 去到我們辦事處門口 舉行我們這個 別開新年的揭幕儀式 沒關係 謝謝大家 謝謝 Gerard 好羽